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不仅敢生孩子 而且还连续生了13个 一般来说 养育一个孩子就已经很难了 这样狂生孩子 先不说能不能养得起 对身体也会造成一定的负担啊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位妈妈这么义无反顾的狂生孩子呢 作为较早进入工业化的国家 法国长期面临人口低出生率的困扰 为了改变这一困境 法国政府可谓是绞尽脑汁 一海补贴170欧每个月 二海600欧每个月 三海则是900多欧 孩子越多补贴越多 除了直接给钱 法国还出台了多重鼓励妇女生育的激励政策 比如生育津贴 基本津贴 家庭津贴 产假津贴 有专家曾经估算 法国当地人生育一个孩子 各项生育补贴能达到40多万人民币 据统计 法国每年光在生育补贴上 就要花费800多亿欧元 而这种试图通过发钱来提高生育率的办法 也让不少人从中亏到了伤己 谢利尔·普鲁德姆就是其中之一 1982年出生的谢利尔 从成年后便开始不断的生孩子 落此不疲 由于多年来不间断生育 谢利尔被邀请登上真人秀的舞台 在节目中 她大方的分享了自己的生娃经历 17岁时 谢利尔在朋友的介绍下 结识了英俊帅气的罗伯特 俩人火速坠入爱河 在接下来的15年时间里 谢利尔陆续生下了12个孩子 2014年时 俩人因性格不合分手 之后便由谢利尔一人独自带娃 同年 她和比自己小9岁的李鲍尔一见钟情 并迅速确定了恋人关系 2015年时 谢利尔迎来了属于她的第13个孩子 因为家里孩子太多 所以谢利尔并没有时间出去工作 日常靠着政府发放的补贴度日 这笔福利金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她现在每年能领取到约47000欧元的福利金 还为家里节省了每年约400欧的税款 对于普通上班族来说 勤勤恳恳一年 可能也没有谢利尔在家生娃拿的福利金多 对此很多人表示抗议 觉得政府给的生娃补贴实在太多了 对上班族太不公平 面对这些反对的声音 谢利尔怒怼道 为了鼓励生娃儿建立的福利体系 我为什么不利用享受呢 你眼红 有本事你也去生呀 谢利尔解释道 自己生那么多孩子 并不是冲着福利金去的 只因自己本来就特别喜欢孩子 对生孩子上瘾 从小就梦想着儿女绕席 希望有个儿女众多的大家庭 所以才会一直生 可凭自己的能力 又养不活那么多孩子 所以政府给她福利金也是应该的 可是那么多孩子要养 谢利尔真的能照顾过来吗 谢利尔上节目后 知名度一路水涨船高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她的生活 人总是害怕被放大镜追着看 没多久 一则有关她的负面新闻被扒出 谢利尔的真实生活状态 也逐渐浮出水面 2014年 和谢利尔共同孕育12个孩子的前男友 罗伯特 因偷大罪入狱 据当地媒体报道 罗伯特之所以去停车场进行偷窃 是为了给谢利尔凑齐旅游经费 因为她和新男友李鲍尔的第13个孩子即将出世 预产期正是家里孩子放长假的时候 而她实在无暇照看其他的孩子 就想到了让他们出去旅游的办法 可福利金早已被谢利尔花完了 新男友又不愿意支付这笔旅游费用 无奈这下 罗伯特只好去停车场偷钱 在警察找谢利尔问话时 谢利尔也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原来深圳喜欢孩子的谢利尔 背地脸根本对孩子置若莽纹 每当福利金发放后 谢利尔便会出门购物 做美甲做头发 大肆购买奢侈品等等 对于孩子生活教育方面的问题 她更是不管不顾 任由他们野蛮生长 更令人震惊的是 在法国 像谢利尔这样利用生孩子来赚钱的家庭 不在少数 虽说这些家庭一定程度上 帮助法国提高了生育率 但照顾教育孩子 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和耐心 当一个家庭没有照顾教育孩子的经历时 无止境的生孩子 只会把孩子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可即便如此 法国生育率仍未得到根本性扭转 由于法国的生育补贴 对家庭收入上限有严苛规定 许多中产家庭并不能享受生育津贴 再加上法国女性不像中国女性那样 普遍有老人的帮忙 更多人是自己挑大粮应付一切 所以很多中产家庭并不会把生娃这件事提上日程 既然中产不愿意生 那在法国生孩子的都是底层和富裕阶级的人们 其实也不是 因为法国人骨子里的浪漫 让他们不愿意结婚生子 不少人为了追求自由浪漫 甚至愿意一直单身 毕竟本身就不太缺钱 如果只是养活自己一个人 找一份工作就能维持生计 而且结婚之后要面临的问题很多 还不如做一个丁克 和自己喜欢的人到处旅行 在疫情的长期封锁下 法国的生育率更是一度暴跌 据法国全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0年 全法国一共出生婴儿74万人 法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正在放缓 甚至已经跌至194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那么发放福利金对于提高生育率 到底有没有用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国家的做法 近年来日本深度老龄化问题愈发严重 65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占了他们全国人口的三成 并且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加剧 主要就是由于愿意生孩子的人不多 从而导致老龄化的人口也越来越多 为此日本政府很着急 生娃的气氛从新婚就开始营造了 阻打了很多鼓励生育的措施 试图改变这一现状 比如在东京板桥区 如果新婚夫妇打算搬至区利住宅 那么在未来三年以内 每个月最大补助3万日元 相当于拿到108万日元的租房补贴 生完后可以拿到42万日元的生育金 每个家庭0-3岁儿童补助15000日元 第二个孩子小学毕业前1万日元 第三个孩子企业每人每月1万5日元 中学生每人1万日元 15岁以下的儿童享受免费医疗 按理说日本出台了那么好的生娃政策 应该能提高生育率 但是在日本因为严重的老龄化 导致了劳动年龄人口出现大幅下降 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问题 所以日本政府发放的补贴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据日本总务省的数据显示 2016年时新生儿人数已经跌破100万 之后更是逐年递减 2021年全年 日本新出生人口可能为80.5万人 一度跌至1899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 由此可见 想通过发钱来提高生育率的政策 首小甚微 那么什么才是更为有效的方式呢 据《泰晤士报》调查显示 发现在生育率较高的国家 如比利时和挪威 男性对家务的贡献更大 而在生育率低的日本 女性一生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仅为1.34个 但她们为家庭花费的时间是男性的4.76倍 对此英国经济学家表示 各国政府若为母亲承担的不平衡育儿负担制定相关政策 在提高生育率方面可取得很大进展 现实生活中 许多女性其实并不是不愿意生孩子 而是生孩子后 往往是母亲包揽了照顾孩子的职责 父亲则在照顾孩子上出力甚微 这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最近也打算出台相关政策 延长男性产假时间 原因是只延长女性产假时间 会加重女性就业歧视 这种提议得到了大部分中国女性的支持 其实在这个婚姻自由生娃自由的时代 想要提高生育率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绝不是只靠发钱那么简单 否则可能会有更多先利尔们钻政策的空子 那就得不偿失了 你们觉得是不是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咱们下期再见